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卖一半以后把钱挪出来再去低买股票 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谈的 往上卖 红低再买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昨天跟大家谈到保龄户锦 上去以后拉回对不对 上一波的支撑在这里 他拉回测试这个支撑 他今天又开平走高了 那机会一直都在 包括强势股拉回买 或者足底的股票 红低买 都一样 那现阶段今天星期三 那大家比较在意的是选举怎么看 首先我要跟大家谈恐慌指数 通常选举之前 选择权的恐慌指数 一定会大幅的震动 那目前来讲给他拜杀 剩两天选举 但是恐慌指数 连续往下 连续降了五天 今天也在二十以下的低档 我想不懂期货选择权的老师 他不会注意这个 但是每一次的转折 他跟恐慌指数 是绝对有关系 我说过 我是高阶的期货婚姻师 所以一万三以下 我们是布局 那我说一万三挑战一万四 一万四又过去了 那接下来 外资在这一段大买 对不对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时候 在这一天第一天 外资大买的时候 我怎么讲 我直接写在标题 大家可以去网络看重播 我说外资追涨 代表他看好后市 外资在这一天追涨 代表他看好后市 那是往上走了 我们把这里稍微拉近 我们在一万三以下付局 先赚一波 一万四再赚一波 这稍微拉近一下 这个地方外资 开始买超这四天 买了一千三百多亿 对不对 我标题怎么写 我说外资在这里 他是追涨 追涨代表后市 持续看好 那你空手的 你要跟着外资 外资认错买进了 你要跟着他做 那这四天外资买多少 一千三百二十五亿 那买了以后 很多投资人等他拉回 可是这几天 一二三四五 这五天 外资有没有大卖超 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拉回这里 这个地方四天 买一千三百亿 那这五天卖三十三亿 卖二十三亿 卖十七亿 买五亿 今天是买了二十亿亿 代表这几天的整理 外资小胡的进出 这里买了一千多亿 筹码很安定 那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这个地方 选举快到了 你怎么看 那首先我们从几个角度 刚刚谈到外资 买这么多 这四天 买一千三百二十五亿 接下来这五天 小胡买卖 三十三二十三十七五 二十一 第一个 第一个外资筹码 很稳定 那第二个 就回到这个地方 恐慌指数 照到底剩两天 要选举了 那选举之后 谁赢谁输 不敢讲 但是会不会造成 大幅的震荡 那依照恐慌指数来看 并不会 那如果总统大选 恐慌指数就会大幅震荡 那这个地方 连续五天 连续五天 拉回 这五天就在这个地方 恐慌指数 是拉回的 这个很重要 代表什么 代表法人 并不恐慌 然后你再看外资的数据 外资也没有大幅卖钞 甚至还买钞 那代表这个地方怎么样 筹码稳定 就上面有我写的 我写在标题 外资筹码稳定 偏多 稳定 偏多 对不对 然后恐慌指数 并没有大幅的飙升 那这个地方 那你是要等到选举后 再来布局 还是提前布局 那有一些好股票 最近都涨了嘛 那尤其生技股 最近涨很多啊 拉回 今天又上去了嘛 机会都在啊 那你看到外资在这里 你看到外资在这里 连续四天 买了一千三百亿 他买什么 买台积电嘛 但是在那四天 生技股呢 没了 没了 它是最近才往上走的 所以我说机会都在 你要提前布局 做好功课 那有些股票呢 这个礼拜 或者明后天 它就已经在布局 悄悄地往上走了 不需要等到选举后 我们再回到大盘 目前大盘呢 移率呢 大家移率最深 这一万三 一万四 那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 房金交叉对不对 我们这里是稍微拉近 下面是月线 上面是季线 我说星期五 它会正式向上穿越季线 这代表什么 月线季线 它会形成双重支撑 来到一万三千八 在星期五 那你看这里往上涨的时候呢 外资是买超的 所以外资是偏多 筹码 相当稳定 恐慌指数连续五天 是拉回的 今天也在二十以下的低档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你要抓转折 抓转折 你要看懂期货选择权 尤其看懂恐慌指数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万三万四都印证赚钱了 对不对 接下来我说呢 挑战连线 春节之前挑战连线 红包自己赚 有没有机会 你看外资在怎么操作 那很多事情呢 不要去慢慢拍 那我们最近操作股票呢 该卖的 该减码的 我们都做了 我们都做了 那接下来呢 红低再买进 那我标记写什么 我所有会员 手中 所有持股 全部赚钱 那会员不多 持股不多 那持股呢 不会超过四档 那从这个地方 开始往上走 当然这里买的一定赚钱 但是我们中间在这里呢 我们换股 换的股票呢 还是赚钱 那最主要是第一个呢 你要了解法人 在想什么 那第二个 你要红低买 不能追涨 那第一段呢 我要跟大家强调的 再讲一遍 星期五 形成双重支撑 房金交叉 外资是偏多的 外资今天是小湖买超 恐慌指数是连续五贴 往下掉 外资筹码很稳定 我们实现波段以后 再低买 那目前 所有会员 所有持股 全部赚钱 持股并不多 那接下来呢 我说会挑战年线 春节的红包 你要自己赚 我们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法人顾问吴老师 将功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颇短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事实战线02-2752-5868-2752-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逐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这个就是大概两个礼拜之前 11月10号 他说立凯做交54% 28% 金居赚4成 实现波段 减满一半累累 要出手 出手的赚钱 包括这里 这11月16 外资追涨成本1万4 外资4天买1325亿 这代表什么 外资往上追涨认错 代表他认为 未来还有更高点 这上星期 是不是还有更高点 那我说强势股 拉回买 轮涨股低买 该出手你要出手 那强势股拉回买 代表什么 弘低布局 这样你才会赚钱 像昨天保龄户锦拉回 那今天低买是又上去了 那或者足底的股票低买 你像这种股票 重挫足底的 我说这里在轮涨 那你低买 是往上 它是具有波段的空间 那我一直强调这两点 强势股拉回买 轮涨股低买 那最近有一些股票 稍微提醒一下投资人 因为这些股票都很投机 都喜欢追价 我们先跟大家谈一下 譬如说像这个 森瑞 昨天出现大量 今天又往下跌 两个大量在这一个地方 那重点是什么 主力的成本在这里 在这里 那这个地方 还要再往上拉一波 还是这里做投 我说最近网路上 很多不要钱都最贵 那当然我不知道 这谁在做 我只是跟大家谈 量价关系 在高档出现大量 你喜欢追价的 你喜欢追价的 操作要小心 那不止这一档 你像雷浮也是一样 人的成本在这里 去到这 如果不小心做投 你是又套牢 那你在这里追干什么 那你好好找一档股票 有没有在第一档 可以布局的 往上做叫 人在借交 你会跟人交交 那类似这样的股票 你要用心的找 你要用心的找 就跟当初 金区一样 用心的找 涨市城 金马一半 今天又创新高 何必去追 那另外这一档 追过头了 掉下来了 是追过头了 掉下来 那在这里追的人怎么办 他成本在这里 在这里对不对 那你去追价 在这个地方 我说网络上的讯息 你要去注意 那很多投资人 尤其是散户投资人 很容易盲目的追价 那我一直跟大家谈 现阶段轮涨 强势股拉回买 主体的股票低买 那再怎么样 我的会员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去追涨 然后严重套牢 你有东硕的 有雷虎的 注意啊 有深锐的 法人成本 操盘的人成本不一样 你老是喜欢追价 怎么赚钱 那我说所有会员都赚钱 不管什么股票 包括最近布局的股票 一样是赚钱的 那最大原因在哪里 我不会带会员追价 我只会逢低买 而且呢 我都在买主体七张股 这样涨上去呢 一涨就一段嘛 那一段呢 有可能是怎么样 五层 四层 三层都有机会 但是呢 就是不容易亏损 我会想尽办法 让会员做教 让法人来抬教嘛 那最明显的例子呢 我们讲最近的 就是保陵户井嘛 两纲 三纲 对吧 四纲 就我昨天呢 开高拉回 那昨天涨四天以后 昨天还有人追嘛 那拉回以后 我说拉回只是整理 那今天开平又走高了 强势股拉回买嘛 那重点是什么 保陵户井 这往上涨 外资买这么多啊 不是买台积电哦 买保陵户井 那你再清理 这个地方第一买 是不是都做教 是不是都做教 然后再讲到南海 南亚科 南亚科这里这里 那结果呢 他是涨到这里 卖掉嘛 那一档一档 处理啊 那卖了以后呢 再找机会 弘地买嘛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 那就是呢 不要去做追长 不要帮别人抬教 你要做教 我们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支付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习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目前现阶段 全球股市都在涨 不只是台湾在涨 全世界都在涨 欧洲都已经站上年线了 韩国也往上涨 那道琼在昨天 晚上又一根长红 是来到上一波的高点了 那我们再看会办 会办昨天晚上 大涨这K线出来 可以看到一个标准的底部 对不对 然后这里景线 那这里三角形整理 那是会突破 那突破以后 又挑战这个高点 跟道琼一样 那前一天也跟大家谈到 德国 华国 也都已经站上年线了 那台股这个地方 该上车的该买进的要买 外资一万四认错 大买一千三百多亿 到今天赚钱也都没有卖 那选举后天就到了 那要有些好的股票 你要提前布局 就好像万三万四之前 你提前卡位 你都是赚波段 大赚波段 最近郭代金 民调 信心上升了 那不要每次都慢半拍 外资一万四进场以后 就要开始去布局了 那昨天跟大家谈 保龄付近拉回 对不对 那今天是又往上走了 是不是机会都在 他拉回 创新高拉回 那会会的价值在哪里 低买做教 那生计股的部分 我们看一看 像药华药 从六百跌到四百一 跌了三成 一档股票跌了三成 往上上去就是五成 一个头肩底 它慢慢往上走 那我说目标在五百五到六百 我们慢慢看 会不会实现 我们从四百五百 会讲到六百 那这一档股票 是生计股的指标 那除了药华药以外 保龄付近也往上走 那生计股要看什么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OTC 这种K线 比大盘K线漂亮 一路一路往上一直走 这你用KD要怎么看 这个叫多头 但是它不是一档股票 一路往上走 它是股票在做轮涨 那这是OTC 那看看生计股指数 一样 那看一看台积电 台积电跟大盘有关系 那你看生计股指数 看药华药从上个月底 这里一路往上走 它今天 今天是收黑 收黑奖 有机会拉回你买 那目标 我说在这个地方 那大树药局 这一档相当极优的股票 上个月底跟这个月初 就一路跟大家谈 往上走了 这法人买的 这涨了五六十块 有没有机会创新高 那如果你逢低买的话 你就往来安心 就继续做教就好了 今天也是高级 那保龄富井 今天也涨 这生计股 美食也往上走 对不对 那代表这一个族群 是健康的 包括OTC 那我们再看一看 另外一个族群 金居 今天创新高了 我们在这里 解码一半以后 今天又往上走 那这个是同伯基板的族群 对不对 那我跟大家谈 同伯基板 经济圈往上走 那接下来 你看台药是也往上走 被带上来了 包括什么 台光店也是一样 那这三个 这三档股票 都是同样的 同伯基板 往上走 那代表这个族群 是健康的 那昨天跟大家谈到 实错这一档股票 本益比相当低 往上突破 对不对 那不要追 但今天 拼盘一下 有机会 不晓得你又没有买 那很多好的股票 都是这样子 一路起涨以后 往上盘间 金居在这个地方 最好买点在哪里 10月底 10月底 这10月 这是10月底 重挫 跌得那么深 这10月底 机会都在 很好买 一买上去 四五成 我说赚了四成 减买一半 他今天又创新高了 那不断在做什么动作 逢低买进 逢高减码 或获利卖出 像南亚科 我们前天 卖了三档股票 那接下来 我们要一档一档的 再重新的去做付局 那金居往上走 你看到这一段 四成 事实上 并不多 因为它跌得够深 这个叫出货 万家人更加 这个叫进货 你坐加 这样四成 我们目前不断地在一些 做同样的动作 往上卖 再找股票 逢低买 那这个不要去追 那还有没有这种股票 可以逢低布局的 这才是重点 这往上走 它会有具有大波段利润 那大凡在这个地方 外资追涨在万事 外资成本在万事 那强势股拉回布局 对不对 我们再看这一张 春节红包自己赚 那你要从恐慌指数 从外资的角度去看 你需要是真正能 带你赚钱的老师 或者当股集中火力 翻转红利 谢谢大家 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靠早出门不疼得暗 寒露过后方便凉 日记已经到处 一年烫天没休息 总是等到收盛的时候 无论在山峰山顶海面 我们都希望看水在外资钱 还要感谢上天的疼痛 让我们逢掉有孙无贼人 如果开车 我们都外国有效忌 之后一般保利贪 明天才开车 保利贪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30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拖短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 吴老师带您早日迈向 富与之路 最不关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